哈喽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老师 今天呢我是踩点踩到了 就是杭州这边的丰收湖公园 结果过来之后呢 发现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公园 然后我就想来的来了 我们就水汽视频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不少小伙伴 就是看过我之前就是吐槽 我在咸语卖了一个镜头 结果那个买家拿过去用了之后呢 就找借口 用完之后就租金都不付 想退给我 然后问题是 他找了一个非常牵强的理由 咸语还统一了 然后我就围权围到了 那个阿里巴巴的 就是西西园区他们的总部 当然这个事情最后就解决了嘛 然后我这期视频呢 就是不是说我想要做一个 教大家如何去维权 而是我想做一个视频 就是告诉大家咸语有多好 毕竟现在我身上这一身 就裤子衣服全都是咸语买的 那这个呢 这个麦克风是挑的是 萌马他说拿给我用用尝试一下 因为他之前看我和大气拍视频 就拿一个小麦克风 递来递去的 他们觉得很难受 就寄给我让我试一下 然后这期视频呢 就是想做一个咸语的入坑视频 就教大家如何在咸语捡垃圾 那这期的视频呢 绝对不会是一个广告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视频呢 就是教大家如何在咸语上 进行一个比较靠谱的维权 我相信咸语的工作人员 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呢 想想我要做下一个视频 他宁可不让我做这个视频嘛 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咸语它到底是什么 咸语呢 它是一个网站 然后它有点像淘宝 但它是个阿里巴巴旗下的 那截至到目前呢 我在咸语上买入了 就是944笔 卖出呢 大概是净200币 首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什么人适合用咸语 那首先呢 就是你想省钱 然后其次呢 就是你不能排斥阿手 如果你对阿手的东西呢 有那种生理性的厌恶 那你就没必要勉强 自己让自己不舒服 但不代表你没必要下载它 因为你可以下载它 去卖你的阿手的一些闲置 毕竟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需要你注册的 你直接用淘宝支付宝账号 就可以直接登录 当然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需要咸语 那这部分人呢 他有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富佑 然后这种人呢 他可能处理自己闲置的方法 就堆在家里的杂物间 或者就是我直接丢了 或者送朋友 因为卖阿手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咸语它有个天然的属性 它会就是吸引很多 就是想比较想省钱 比较想占便宜的人 然后会让你不舒服 比如说你有一个 五百包的东西要卖 它原价可能一千多 我已经打了半折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有人问 我是学生 我真的超级想要这个东西的 但是家里很穷 我攒了好久的钱 请问五十包邮卖不买 你是畜生也不买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教大家 如何在咸语捡垃圾 就省钱 第二部分呢 是教大家如何在咸语赚钱 那就是开源 还有节流 像咸语呢 我买的最多的类目 就是服装了 然后因为我现在觉得 我还年轻 我对服装要求就三大准则 就是好看 设计 而且要廉价 但是后来呢 我开始做就是数码评测了 我发现廉价的衣服呢 就配不起那种产品 会显得就是比较掉价嘛 然后我就开始要买一些就是 质感比较好 还有剪台比较好的衣服 那这些衣服呢 可能都两百三百一件 如果假设我大量的去买 然后去进行出镜 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所以呢 我就把服装这块 然后在咸语上面 进行一个就是购入 说实话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男孩子 因为男孩子穿个T恤 洗个脸洗个头 就能出镜了 顶多再上一点点妆 就是打一个轮廓 女孩子就不行 就是我头发超级软 然后树刘海的话 风一吹就乱了 然后戴打发的话 有时候戴不好 就是有时候还会露发王 就非常讨厌 当然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优势啊 当然我觉得服装这个类目呢 真的不太适合男孩子 我觉得男孩子穿衣的风格就是 干净 不应该说是风格 就是穿衣服给我的感觉 就比较舒服的 就是整洁干净 然后再加上有质感 如果我有个男朋友的话 我坚决不会给他买二手的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买一些 就是比较有质感的衣服 然后好好穿 好好爱惜 真的是可以穿很久 也很不错 但是女孩子的衣服就不一样了 各种各样的花样 有时候第一遍你穿 哇我穿这个怎么这么好看 第二遍的时候 我没有衣服了 像服装这块呢 其实我觉得正常售价 是在200到500的衣服 是最好捡垃圾的 因为这样的话 价格可能会打一半 像大家看我今年冬天出镜的衣服 大家觉得不错 找我要连接的 基本都是从咸鱼买的 然后像我之前 我记得我买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东西 就是一件600到700的 鹅绒羽绒服 然后当时它绣上 有一个小好的屋子 然后那个前面的小姐姐呢 就非常便宜 280包友就卖给我了 其实其他地方看起来 都像新的 就非常非常的优惠 但是我觉得如果假设 一手价格在40到70块钱的衣服 是真的是没有必要 因为作为一个卖家的思维 就是我这个衣服 我穿几次 我要拿去二手卖 我还要贴个运费 我只能卖个二三十块钱 首先我就没有动力挂 其次我就是觉得不挣钱 而且只为了便宜 这个二三十块钱 就去穿二手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想想有没有这个必要 可能有些小伙伴就要问了 甚至上我下了嫌疑 我按你的方式 我就塑了连衣裙 结果根本没有找到 你想你说的那么便宜的衣服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你不太会搜索 搜索呢 是需要关键词的 建议就是你在淘宝上 看到一件比较好看的衣服 你可以直接搜索它的标题 或者提取它的关键词 比如说店家名字 或者这个产品系列的名字 或者是连鱼型 或者是衣服 这样的宽泛的关键词 然后再去搜索 这样的精准率就会高不少 但最近呢 我也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它有可能 有个隐藏的服务 就是行于对于卖家的 因为这个卖家 我个人猜想 它可能可以买断 它的品牌的一个关键词 这样的话 你去搜二手就搜不到了 因为毕竟二手的盛行 对店铺的原来的销量的 就是影响 还是应该是蛮大的 那很多小伙伴呢 应该排斥二手 最关键的原因 就会觉得可能 它是被人穿过的 会比较脏 但是一般女孩子的 二手衣服 真的是只穿了一两次 或者三五次 基本上它拿出来 卖的都是八到九成新 甚至有些是九点九成新 那像我买的话呢 我一般都是洗机 洗完之后呢 再放到我的干衣机烘干 此外线消毒 那再穿上身上 都没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呢 就是各种小众爱好了 像小众爱好呢 我觉得真的是男女不限 然后它是有几个点呢 就是使用频率低 然后呢需要烧钱 而且就是 你不知道你能否坚持下去 我觉得二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购买途径 我就结合我自己的 一个资深情况来说一下吧 比如说我会去用 买卖一些镜头 买卖一些镜头 或者是卖出我一些 就是评测的产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收益 有一大部分就是来自于 白嫖的产品的 一个二手之换 像我卖的这些产品 基本上都贴着咸鱼 最低价卖出去的 其实还是 如果没有咸鱼 我只是紧靠着 我身边的这些资源 或者是靠着 就是数码城 我相信我是卖不出 这么好的一个价格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摄影啊 或者喜欢数码产品 真的可以在咸鱼 看看一个二手的置换 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像最近呢 我又迷上了滑雪 滑雪这个东西 其实这两年还是蛮热门的 但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服装的设计 它价格真的是很贵 就是动辄看到比较喜欢的衣服 都是一千两千七百 然后我最近就是用四百的价格 买一条七百的滑雪裤 然后对方也是穿了一两次 反正如果假设后面这个运动 变成一个比较平民的运动 那么好看的设计 便宜的装备都会出来的 所以像这种比较小众的 比较小众的就是运动 也是可以看看就相关的 咸鱼二手配件 真的还是 还是真的能省个几百块钱 说起滑雪 我这边就透露一个比较有效的 信息像江浙户这边的学场 你在咸鱼搜定的价格 可能比你在其他学校搜的 真的低不少 那具体哪个我就不说了 做人留意线日后好相见吧 还有就是我无法坚持下来的小众爱好 比如说我之前买个电子琴 然后我就没有时间玩吧 然后大概买了半年之后 我又把它二手卖出去了 结果因为我买的价格很低 然后我卖出的价格也还好 所以中间根本没折多少钱 我就拥有了这个琴的半年的使用权 就是我拿去租 我都没有这么便宜 然后后面我又买了一个 就手风琴 我现在偶尔还有在外 然后那个手风琴 真的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到了就是远 一些都是大几千的琴 最后就是靠斯福 靠斯福 罗里塔还有汉服 特别是新品的热度一过 那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 我就说一个我卖的最亏的 就是当年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王者荣耀的所有的女英雄 就是她只要一出征级我就买 我买完之后我再补过一款 我基本上都是在最高价最高价的时候 把这些衣服给买进来了 结果呢我发现很多衣服 我到现在都没有穿过 然后我就开始出啊手 我记得有个武则天 这个武则天呢 我买的是一千多块钱 然后就拍了一次视频 腰斩都算不上 二百八包有卖掉的 我感觉我就卖了一个小腿的价格 所以就说嘛 咸鱼它这个平台真的有很大很大的 就是可玩的深度的 就只要你花心思 然后或者是会玩它 真的能淘得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 但同样也是有个问题 因为它的用户很多 它也水很深 如果你买一个你不太懂的二手东西 你也有可能出现被坑的情况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一定要做好甄别 特别是数码产品 这边呢我们想要的跑一个题 因为咸鱼它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按距离排序 或者是搜同城 那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假设 你有一个非常启用的东西 大多数是工作上面的 而且你所有的渠道 都没有办法让你第二天拿到 那你就可以在咸鱼上 看看有没有人正好在转手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买下来 你也可以就花钱去跟谈一下 能不能租一下 这个有时候呢 真的是可以简然没至极的 我们再说下农副产品 这个东西呢 我不做推荐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买 像我觉得买农副产品 最好的地方呢 应该是病兮兮 像我之前是有一次拍视频嘛 就是拿那个啤酒灌醉泥丘 那些泥丘呢 我就是按照距离 从杭州的地方买 就是他们自己抓的那种野生泥丘 真的比那种家养的 就是肥泥丘好吃太多太多了 那最近呢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安徽长风的草莓 像我其实买草莓 还买的蛮多的 比如说那个四川大凉山草莓 还有东北的草莓 结果都是淘宝大典 然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 如果它给你发成熟度高的 那你拿到时候坏的概率非常大 它就会给你发那种 比较深的比较轻的 可能下面看红的 然后它的那个草莓的根部 还是白白的 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个味道非常的不得劲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钱白花了 那如果你通过咸鱼买 然后你可以跟卖家进行一下沟通 跟他说我要成熟度高一点的 然后这个安徽长风的草莓呢 是我目前吃过就最好吃的草莓 但是注意最好是江浙户丸这块地方买 如果是在远点的话 可能就不能保证品质了 然后你要跟卖家说 麻烦给我发成熟度高一点的 不要就那种生的轻的不好吃的 那他们大概率会满足你的一个 提出来的一个要求 但是你还是需要甄别一下卖家 看看评价之类的 当然咸鱼不只能买二手了 还有就是一些品牌方 它渠道控价控的不是很好 那咸鱼上买全新的 和它官方店买全新的 真的是差了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我之前去西窗摆纳 我就一天一杯的喝西瓜汁 有时候一天两杯一天三杯 实在太逮劲了 我就超级想买一个 虽然大家都知道 我有很多的炸东西的机器 但是我没有一个炸汁分离的炸汁机 然后我就在淘宝搜 算了算了看中一个牌子 然后我现在淘宝都准备下单了 然后我突然想想 为什么不去看看咸鱼 结果我发现咸鱼二手的价格 就是咸鱼的全新的二手 反正就这个意思了 就咸鱼的价格比淘宝的正价 是便宜了一百多块钱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全新的 我就发现 它这个便宜一百块钱不香吗 于是我就把二手买了 发现真的很好用 也是的确是同一家的产品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 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需求 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教大家如何在咸鱼上赚钱了 当然我不可能坑大家 比如说大家去买个一千块钱的衣服 我教你们如何一步一步挂在咸鱼上 五百块钱卖出去 然后我再跟你们说 你们赚了五百块钱 快来感谢我吧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说的赚钱的都是大师 你能在上面获得一定收益的 那我把这块范围呢 大多数划在技能方面 虽然你也可以通过咸鱼去 卖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的 但是技能这方面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成本比较低 收益还是可以的一种赚钱方案 如果你有技能 你想通过这个技能变现 那咸鱼将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发胆渠道 比如说我之前订过年土手办 一开始我订的这家呢 我觉得它做的是挺不错的 价格便宜 然后基本上下单之后呢 它两三天就能 应该是两三天 封开还有时间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形容很快 它很快就能做好寄给我 然后过了半年之后 我再去订的时候 就发现它单子已经做不完了 价格也提高了 而且我需要等很长时间 我才能拿到我订的货 所以说只要你做得好 你在咸鱼上面真的可以 时间都不用去上班 也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其次就是 我之前去三亚的时候呢 我曾经和三亚一个本土司机聊过 我跟他说 其实你可以在就是咸鱼上面进行 进行就接单 因为比如说我去任何一个城市玩 我更希望接待我的司机 或者我包车的司机是本地的 因为他肯定知道 本地的各种各样一个玩的地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真的很不错 而且咸鱼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少人 就本地人去做这个业务 其实我脑子里真的是有一大堆的 赚钱的思路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小伙伴可以刷播一一 如果你们兴趣真的很大的话 我们以后有机会就一条一条列出来 具体能不能成 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讨论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还真的是可实现很多的 说着说着 我都想放弃我的一切 去三亚重新开始了 其他的就各式各样了 自己想吧 比如说那个家教接单啊 玩摄影的人暂时没有客源想要接单的 春节期间帮人鸡 猫猫狗狗的呀 还有帮人搬家 帮人洗油烟机 还有包车服务等等等等 总之咸鱼它真的是很好的接单途径 那我最重最重的时候 大概是19年的下半年 我在咸鱼上面做过一段时间的 出租二手靠私服务 我觉得我应该是全咸鱼 钱淘宝全网做的最好的了 因为就是我人比较靠谱 现在就是这么久 我觉得靠谱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 因为我之前也租过别人的二手 就是收过来之后又是烟味又脏兮兮的 头发还乱糟糟的 反正我就各种细节都会做的非常舒服 而且我是去和我们这边的 就是快递谈了一个比正常计优惠一点 但是还没有到卖家那么优惠的运费 然后我给他们报运费 然后所有的价格呢 我又是全咸鱼 全淘宝租的最低的 就总之我就赚个新股费 但是这些钱呢 一个月下来 还是对于学生来说还是蛮可观的 但后来呢 我就发现又浪费时间 然后有一些小姐姐她又比较烦 总是挑这个挑刺 就是真的是肉里挑股的 我记得就很清楚 就是我给一个小姐姐系一套衣服 然后这个衣服的假发 它是修剪过的 然后又是比较重 它会慢慢的就是往下 往下拽 就是刘海会移上去 这个出了cost或带过假发的小伙伴 应该都有印象的 他就是就着这点就很不爽 还把我道具的那个线给扯坏了 然后我一气之下就没有做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没有技能 但是你只要比较辛苦 它也是能有收益的 但这个呢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说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 想一想我还是说出来吧 大不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那这个就是卖资源 这个资源呢 可能就是你收集的字体啊 或者你收集的蜡丝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就是卖那种电子书 电子书带找带找嘛 然后比如说一本书 它可能是六七十块钱 然后呢你去找带找 或者是进他们的团队 他们会给你找 然后每本书 你可以赚一点点 七少成多 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收益的 但是毕竟牵涉到版权问题 所以 好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可能有些小伙伴说 啊先生你说这么久 你为什么不收下 你的闲鱼账号多少 不我不说 因为我卖阿守 卖的价格都是比较 比较实在的 我根本不愁出去 但是我卖给我的粉丝 比如说你们 我会有一个心理负担在这里 我会觉得 我有没有服务好你们呀 或者怎么样 就搞得我自己心理负担很大 我曾经有人认出我了 然后说神尚我要卖你叉叉 然后我就跟着给他塞正品 我是要靠这个挣钱的呀 所以我不跟你们收我的账号 那其实闲鱼这个平台呢 我用的时间真的特别特别早 从他还没有从淘宝划分出去 叫淘宝阿守的时候 我就一直用一直用 一直用到现在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发现 我这种宝藏用户 毕竟他们连咸鱼玩家都没有给我 然后下一个视频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如何避免在咸鱼上当受便 而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维权到阿里 就是阿里巴巴的西西园区 他们总部的一个记录吧 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